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API Gateway的视频 今天是第16期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API的使用计划 对 API Gateway给咱们提供了一个使用计划的功能 让咱们可以干什么 让咱们可以发行自己的API的密钥 发行自己的使用计划 来限制用户的访问 咱们大家都知道 API Gateway它是按照访问次数流量收费的 咱们公司开发了一款产品 然后公开给用户使用 如果用户无限量的使用的话 无非会增加咱们公司自己的成本 那么对于公司管理来说 咱们就希望给用户定几个Plan 对吧 一级Plan 二级Plan 三级Plan 对吧 用户加入哪个使用计划呢 咱们就给用户分配相应的权限 以及相应的访问密钥 比如说每天只能访问1000次 到每天可以访问10万次 不等 对吧 根据收费用户的情况不同 咱们给它提供不同的服务 如果您的公司想公开API 并且想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了 API的使用计划 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通过API的使用计划 来限制用户的访问 今天内容稍微有点难度 咱们大家开始 该怎么做 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咱们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咱们公开一个API 然后让用户访问过来 进入咱们gateway 然后再进入后端的处理的内容 对吧 那么咱们并不想让所有的用户 都无限量的访问 那么该怎么做 咱们需要做一个访问限制 同时做一个使用配额 比如说您必须得有API的key 才能够访问过来 但是每天的访问量 不能超过500 或者说不能超过1000 然后您每个月的使用量 比如说不能超过50000 等等这些个限制该怎么做 当然您可以通过编码自己完成 但是AWS API Gateway 给咱们提供了现有的使用方法 咱们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该怎么做 小马准备分为这么五步给大家讲解 首先咱们今天先建立一个 后端的处理的lambda函数 然后咱们建一个REST API 同时为了让用户访问过来之后 受到限制 咱们需要建一些个 可以建一个 可以建多个的API的访问密钥 或者说API的key 对吧 然后咱们建立自己的使用计划 最后让用户仅仅能够通过 咱们发行的API的密钥 或者说API的key 才能够访问咱们的API的具体的处理的内容 同时限制用户的访问数量 不能超过每秒钟十次 不能超过一天一千次 不能超过一个月五万次等等的限制 今天咱们都可以完成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就给您完成API使用计划的全过程 那么咱们在操作视频再见吧